看這個題目 我們在畫剖式圖的時候 記住,其實跟空間感也有一點關係 所以同學 最好還是把 這個物體的等角圖 大概先畫出來 這樣子 比較能幫助你解題 我們先用刪去法 刪掉一些東西 外觀是像這樣子 這裡刪掉一塊 這裡不見了 這裡不見了 可是這裡沒有垂直線 這裡有斜坡就有斜線 所以你看看 基本上這個圖應該是長成這樣 這裡我們就不再去 教同學怎麼去認 三四圖轉等角圖 我們重點還是在 那個 火勢圖 好,所以你可以看 好 我們現在把它切開 好 所以它這裡 切在第二個單位這裡 切上去 所以它這裡會像這樣子 好,再下來 這裡會過來 這裡 這裡 基本上它是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它去掉 所以你可以看 把它去掉 好 好 所以這裡看得到的地方 是像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 好,這一次 我們不是把它畫在這裡 我們要畫在這裡 好 所以你可以看 好 這裡兩個單位 好,四個單位 好 所以我們先把這些 我們切掉的線 先對過來 所以它從這裡切掉 從這裡切掉 好 所以我們現在畫在這邊 因為現在慢慢 讓同學 好 因為如果你在畫在那上面 因為聯考是要分開畫的 好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所以這裡 是平的 這裡到這裡 好 好 所以這裡 基本上 它這裡到這裡 好 這裡到這裡 好 這裡到這裡 好 記住 連烤 連烤過 婆視圖 基本上都有斜面 因為如果都是平面的 這烤出來根本 沒什麼 用途 而且烤不出 同學的程度 好 好 所以被刀子畫過去的地方 在這裡 好 一樣 老師很快速地畫一下 就好 記住啊 我現在只是示範 你不要 跟老師一樣用徒手 好 用平行尺畫 好 三角板平行 去畫 好 所以這個就是 答案